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有这么一款游戏在201000年开始立项 2020年爆出PV 2021年进行了首测跟二测 消失成绩了一年之后 又在2023年开始了新一轮的测试挑战 研发已超过5年 甚至让三档测试 原本只存在于线上的商业模式 居然在有一天能让玩家线下亲自体验 而同年一月在不知名的角落 有一件年一周才刚挤身到中国游戏厂商的第60名 也正在筹划下一款产品 右键建立了一个新资料夹 崩坏编年史 不过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 少女前线2 追放 游戏开发商为中国的散报网路 相关的前世晋升 在之前的少女前线迎途计划已经介绍过了 这边就不赘述 而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 厂商经历了前三次的测试 在听取各方意见改善下 在9月28号展开了第14次测试 厂商跟玩家们似乎都翘首盼望 这款有望成为下半年的重量级黑马 给二次元圈带来新轮的冲击 结果却是事与愿违 口碑风评不如预期 张宁的解神者直呼内行 甚至剑子三国沙的王位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就让我们一一到来吧 首先在PC版前一天的预下载 就引发了重大bug 三档测试中的三档 一般用户删除游戏的时候 如果使用游戏自带的功能 大部分都能将游戏资料删除干净对吧 听上去我再讲一个废话 但如果你安装的时候 不是依照安装预设的目录 而是把游戏安装到硬碟的根目录呢 这时候就会发生在2023年的今天 你从没有想象到的事情 把整个槽的资料干没了 好消息是不会漏删任何档案 坏消息是不会留下任何档案 这也真的是个非常低级的错误 工程师没有好好debug做好QA 像是设定指定删除的清单 或者强制用户必须安装在全新的资料夹内 我想以目前绝大部分的人 从来也没遇过 或者甚至需要去思考 在卸载游戏的时候 会不会把其他资料也一同删除 这就像你请了服务生收拾桌上的空盘 结果他把整家店全部都清空了 重点你也不是今天刚成立的新厂商 甚至还经历了第四册 很难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乌龙 但比较糟糕的还是官方的态度 2013年Sega旗下的《梦幻之星》Unlight 2 在9月4号的更新也发生了同样事情 据官方数据当时影响了2万多人 但Sega不只是道歉还提供了赔偿 以及资料救援等服务来安抚玩家 结果散报官方只是在27号发问道歉 就当没事了 这态度实在是真的不行啊 如果用户被删除了是装完文件 还救不回来 你看看这公司会不会被集体输送到死啊 再来是比较多人喷的福利问题 首先我个人并不是太看重 客奏福利是否要给好给慢 还是要看游戏的整体体验 尤其这只是个测试版本 抽着再耍还是要被删掉 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除非你是想做攻略项影片很需要这些资源 不过如果真的这样 倒不如考虑去联络官方合作 会比较实际一点 游戏让我觉得好玩有趣 这才是关键 不然一堆幻皮答辩 整天在那边送1000抽 早就成为天下第一了 而且以评测来讲 按照正常模式下玩 会获得比较贴近正常人的游戏体验 也不会形容什么奇怪的人权抽卡问题 或者开局1小时 只玩5分钟 当然客观来说 撇除测试期间会给的额外福利 游戏内可获得以及课金后的资源 确实是偏少的 虽然以通关目前的主线来说 也并不是不够 只是获取显得很繁琐 被拆分到很多玩法功能 而那些玩法 却受限于玩家的等级 你必须花非常长的时间去解锁 也挺不像现在大部分游戏 前期引导的设计逻辑 另外一个则是剧情上的问题 也是本次最大的刀破线 这我们讲完剧情后再来提 游戏在剧情方面 主要的世界观 雏形是来自于早期开发团队 在2009年发行的面包房少女 并在后来2013年的战棋版 以及2016年的少女前线中获得完善 简化的时间线大致如下 1905年 人类发现了上古遗迹 跟未知的高科技 想研究加以利用 但这就如同潘安朵拉的盒子 宅获得开始 2030年 遗迹内的人员外泄 导致城市蒸发 环境受到大规模的污染 而受到污染的变异生物还会攻击人类 而人类为了在恶劣环境生存下 促使了AI机器人的产业发展 后来各方势力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跟领土 在2045年爆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就在战争期间出现了专门研发战斗机械人的公司 IOP 并在2054年推出了第一代战术人型 而该技术后来被一间民间军事公司 葛利芬所利用 之后IOP投资成立了石头研究所 用来研发战术人型的相关技术 而在该时间线上更早成立的是12研究所 研发出了能将AI的心智 辈分上传再转移到新的人型的技术 类似于骇客任务或者一些科幻题材中 只要本体没有被消灭就能无限再生 而与之相关的剧情也被写入了少女前线原图计划中 2062年来到了少女前线剧情的时间点 葛利芬招了一波新鲜的指挥官 玩家就此踏上了特金超卡的不归路 接着就接续到本次的游戏 官方设定的时空背景是少女前线的10年后 主角因为与葛利芬的理念不合 早早就离开变成了赏金猎人 后来该公司也瓦解了 开头便是倒戏的剧情动画 一群人正在展开激烈的追逐站 华丽的动画卸幕之后 交代了主角离开葛利芬前的对话 接着主角就在运送神秘箱子的委托任务上醒了过来 并遭受来自瓦良阁邦的袭击 被胁迫交出神秘箱子 而后续主角小队在抢救主角中遭遇危机 神秘箱子突然变成了少女抵挡了攻击 在后来的剧情中会揭晓 他拥有能免疫辐射的特殊体质 后续就是以争夺着少女 跟揭开背后的阴谋而展开 目前测试版的剧情仅开放到第4章 也有带入几位前作的人气角色 穿插中的CG动画品质也很高 而且每段时间还都不短 制作的成本看上去并不低 难怪游戏会被人叫做烧钱2 如果之后每个章节都要固定搞几个CG动画 不知道惨能是否能跟上 而相比之下在一些常态的对话演出 就显得很一般 只剩在有个中日双配音 如果这边能用3D模型 或者更生动的Live2D来表现 体验会好非常多 另外在剧情节奏的把控上 仍有待加强 因为就我个人而言 这个剧情其实很平庸 后面图下其实并不是很有趣 也都是非常公式化的 解说危机解决的三循环 虽然有刻意去营造一些高潮点 但我实在很难产生共鸣 全靠高成本的对话演出来支撑 并且掩盖缺点 但这样其实是治标不治本的 如果未来上架表现不如预期 进而降低成本减少动画演出 那些缺点迟早会重新浮现 接着就是剧情处理不当 被延上的原因 一段是关于被提前泄露的后续内容 游戏一位女主角95 与另一位男性角色雷蒙 表现了若有事物的暧昧情节 而且还是个篇幅不短的配音剧情 先不说95在前作 都是与主角有明显的关联的 而他本身又代表是中国的自演武器 那雷蒙又是个恐怖分子 这样一搞 真的就是直接对各路人马宣战 这文案实在太有才了 以后都给他写吧 你们公司肯定蒸蒸日上 但目前官方只是用未经证实的 开发中内容来带过 完全没有针对文案的沿上问题来回应 而且其实也等于是不打自招啦 撇开是不是有意想搞黑红来带流量 如果最后能让这段活到上线公测 那应该也会相当精彩吧 再来就是另外一位女角色穷九 在日记中有记录 过去为了执行任务 得去酒会与镇商名楼交际 虽然治理航金的想象空间很大 但也没有前一段表现这么露骨 而最大的问题是 文案在写这段剧情的时候 为了正当化这样的行为 引用了中国过去领导人的名言 结果当然不出意外的 哟哟哟哟哟哟哟 再次踩了底线 因为这次的事态是上升到另一个维度 所以官方马上把这段隐蔽并且提出了道歉 当然以我们这些局外的人来看 可能会觉得无所谓 或者有点小题大做 毕竟我们也常常拿政府官员的肖像 或者发言来当民营用 但毕竟各国的国情跟底线不同 我们也是要予以尊重 就像欧美国家常常PO到女权跟政治正确 也还是得避一避 但其实我也很纳闷啦 过去不少游戏都给过教训 也免不了是因为文案翻车过 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 到现在还会不知道吗 尤其在引用一些现实典故 历史文化或者对男女关系的处理 都要非常的小心啊 一不小心就会被超义联想 希望你的公司后续能好好活着吧 美术方面 UI的设计挺干净俐落的 脱离了不少二游 每次打开来就像圈圈圈或者叉叉的框架 不过这个大厅啊 虽然做的挺好看的 但就可惜无法切换到不同人物的视角 如果可以做出来 应该会非常有趣 另外就是他无法跟这个看板人物互动 而且大厅能更换的人物 也都是搭配预设动作跟背景 能个人化的部分比较少 我也想不到厂商为什么要选择用这种呆板固定的动作 再来就是每个选单的点选 这个交互过程都非常的拖沓 炫技般的专场效果 跟日式游戏的那个层层的毛病 在玩家想要消红点 或者触发提示的时候 越玩就会越烦躁 也又让我想到之前的那款宿命回响 都是太为了设计而设计 没有考虑到玩家实际的操作跟实用性 这部分真的需要再多优化优化 还有各种不必要的提示 例如这个通行阵 一般按下去就直接领货了 还跳出个视窗提示可以获得什么 这又不是脱裤子放屁吗 我想大部分的老韭菜 早就对这个课金功能熟门熟路了 还需要你细心提醒吗 想诱导课金 还不如弹个手除礼包来的实际点 那接着就是人物美术方面 厂商真的是把写实与卡通渲染 融合的非常的好 相关的训练节奏 在之前的成牌建议有提过 感兴趣的可以再去回顾 人物在进看的时候有非常多的细节 无论质感 材质都非常的分明 立体感十足 也不会像非匿名指令那样让人觉得突兀 人物在进场跟待机的时候也有好几套动作 甚至拉近距离的时候还有个交互模式 不过这并不是全部都有 就等待公测完善了 当然大姐姐的动态演出也是少不了的 尤其这个胸部 我是说 枪支的部分做的非常的Q弹 让人忍不住想要拉近研究细细端详一番 可惜这个观赏角度是固定的 作为研究用途来说实在是非常的不方便 建议厂商未来务必加强 但目前的角色量偏少 不确定公测会不会再追加 希望厂商是有藏一手啦 不然这数量是真的完全不够玩 也会让人不免担心未来角色的更新速度 那养成方面就是挺常规的老几样 美苏甚至还给人物升级做了一个过场动画 虽然我觉得这部分算是很用心吧 但看起来不止容易无聊也显得很多鱼 可以改成每日首次或者可开关 不然简单做个动作带过就好 再来就是突破又是采用碎片制 好再次抽到就能升一格也并不算太恶心 但还是希望未来厂商能够优化或者干脆远离这个模式 以及一纯武器之下的配件系统 就是各种刷套装的养成地狱啦 好在前期对主线影响不大 而且打松之后都可以靠扫荡减负 另外还有与好感度相关的休息室模式 虽然被不少人调侃诟病 所有的角色模型都是同一套附用 不过我是觉得问题不大啦 反正看上去人物也做的很精致 最主要的缺点还是 除了观赏以外就没啥功用 完完全全的零互动 连一个声音都发不出来 很像赶工出来的半成品 就连隔壁城白军玉都做的比你有趣啊 而看到这其实我也很困惑 明明给角色设计了这么多细节 动作却不拿去放在大厅 或者剧情演出中利用 尽可能展示自己的长处 让游戏被称赞 反倒搞出一堆有的没的 让自己岌岌可危遥遥遇坠 这个官方也是挺抽象的 再来的战斗玩法跟表现上 官方也表示参考了不少知名作品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1990年推出的 X-COM系列 在2012年推出的重制作 X-COM 未知敌人 该系列是将外星生物 射击掩体等元素 融入传统战斗玩法中 并且以更好的3D画面来呈现 在推出的时候就获得年度最佳策略游戏 而后来该系列的创造者 在2013年成立的新工作室 并于2019年推出了X-COM的精神续作 凤凰点 类似的相关作品 还有SEGA与2008年推出的 战场女武神 不过我都没玩过这几款 所以这边还是以绍前二追放的体验来分享 我方大部分情况下都可以固定上场4名角色 职业大致分成目前唯一的近战 其他就是远程的像是狙击枪 机关枪 散将枪等 拥有各自的射程距离跟功能性 而经典的类五行元素也没有少 在游玩的过程中就是不断寻找掩体 并且互相对轰 掩体的作用是用来降低正面的伤害 角色身上有一个护甲值 相当于躲在这个掩体下可以减缓的伤害次数 你可以透过绕过掩体 从旁边偷袭 正面击破对方的护甲 或者使用无视掩体的技能 有不错的大招动画 但可惜的是没有融入场地背景 而且动画行跌到角色的专刀攻击上 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断点稍微显得不自然 也不能自由关闭动画 播放时间也不短 外加战棋类的战斗节奏通常都偏长 每个人都不断重复的上演一遍又一遍 长时间游玩的体验下并不是太好 而这种战棋玩法一开始碰到的时候 本来以为会是各种冥枪暗箭的攻防场面 在这个你来我往的交战中会获得不错的乐趣 但实际上因为少了传统战棋中 可以依靠不同职业拼头出的神机组合 且角色技能在交互设计上也偏弱 官方也没有很好的为神弥补短板 导致策略性严重不足 反倒更偏向数值战斗 炎铁的设计也很可笑 它就只能减少来自正面的攻击伤害 不影响什么命中 也无法用来隐蔽或者稍微降低被发现的几率 等于全场都是上帝视角 技能的范围大弹可以无视 还可以穿墙投资 就让这个设计变得很饥肋 外加双方移动跟攻击距离都很长 降低了战棋游戏中这个格子的重要性 另外不知道是战斗设计缺乏小象力 还是产能不足关卡来错 又或者怕强过头的场内机制会影响场外卖卡 关卡设计的重复性极高 除了每张的Boss关 跟Overhaul的手塔跟撤离条件 大多都是以歼灭战为主 交战部有趣以外有很多台前 我前面还会认真想布局 后面就开始摆烂了 等到解锁自动战斗后 就一路全靠AUTO推到了第六章 如果你不是第一时间 都一定要三星通关的情况下 真的就全靠AI自己乱打就好了 高警商就是把游戏下线 低警商就是毫无深度 让主打策略的战棋跟战略放置没啥区别 而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7月上线 现在已经遥遥欲罪的银河境界线上 如果同样要浪费长时间 我宁可去环形旅车的下级盘 还能获得更好的满足感 另外有个结合相亭探索的玩法 让你角色从固定的走格子 变成可以自由操作 不过它在进入战斗的玩法还是不变 而且即使可以自由操作 还是会出现无法闪躲规避的强制战斗 但相比之下 我个人是会比较倾向把这个玩法伸延 甚至取代主线 甚至可以根据剧情的推进 加入一些简化的第三轮程玩法 大大利用自身3D建模的优势 也能配合主线剧情发挥更好的带入感 把原本老套的推广模式简化后 当奖励或者活动关卡 另外还有个可以比拼角色跟战力的PVP模式 不过这就没什么好讲的 就是按下自动等结果就好 可预期在未来就是比谁的含金量高 但还有一些没解锁的功能 我也不知道是啥 能让玩家主线都推到第六章了 还没解锁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厂商在采访中说 发现X-COM的玩法不适合手机端 所以搞了一个自创的美式加日式的混合版 先不说人家X-COM在两年前就推出买断日手游 在手机上肯定是能玩的 所以与其说是玩法不适合 而是如何实现长线经营的商业化模式 但你这游戏目前最大的问题是 营造出来的射击加策略性 并没有想象中这么硬核 或者是有趣 不是看别人做成3D射击觉得很酷 只是跟着学却没有融会贯通 然后把别人的玩法砍成半残 再塞一堆养成跟没P用的机关设计 就叫做策略性啊 初期能或许的角色也不多 能组成的流派玩法明显缺失 如果在考虑抽卡的获取难度 以及未来的更新周期 大概等你公测一年后再入坑 可能是个更好的选择 退一万步来说好了 想当个养老婆游戏来玩吧 这个卖色元素也还远远不足啊 厂商你们想学市场承受玩法 这点真的没什么问题 但真的要好好考虑想要获得什么样的受众 以及对玩法内容的打磨 别像某个8月上线研发投入好几年 现在已经量到不行的思路德 后续即使再改也没有人想买单了 再来就是课金方面 不论是抽卡机率还是价格 厂商明显是借鉴了某二支游戏的商业模式 实收价格是落在750元左右 也是目前普遍的定价 但因为你角色初期的数量非常的少 常常要捞出来的都是三世星的武器 这个抽卡的体验非常的不好 而且又因为角色过少 所以只能把长柱拿去当UP用 再次希望你开服 是真的有隐藏角色啊 不然拿资源去捞长柱怎么想都很亏 武器值得是70-100次的大小保底 一样有机率会歪 其他就没有太多乱七八糟礼包 还算干净 只是这个实装 我是觉得不怎么好看就是了 至于通行政资源过少 这已经被大家骂到臭头 未来也会调整 所以这边就不点评了 大家都想成为商场中的人上人 所以不断参考头部厂商的成功路径 但真的也别照搬那些玩家不喜欢的点 不是什么游戏套上去都适用 也要衡量一下自身的条件 不要学玩法的时候知道变通 碰到利益的时候又开始装笨 厂商在今年的采访中也非常的自信啊 觉得自己能把产品拉到另一个维度 成为二友界的新标杆 如果真有你说的那么好 建议是赶紧攻撤了 别再等了 先不说战棋玩法 本身就偏小众 在有限的小圈圈里面谈高度 总觉得不太现实啊 甚至还认为当时授钱的游戏品质非常好 希望这款能超过当时的成绩 但却绝口不提上线成绩不理想的云图计划 我查了一下2017年台日韩的总营收排行 日本的话是落在71名左右 如今也是目前收入占比最高的地区 台服的话则是有排到20名 韩服的话在1718年都分别有上到第7跟12名 残疾如果以单个地区来看的话还行 不过放到全球排行的话就显得有点微不足道了 而厂商所谓的品质优秀 既没有保持下去让它发展成热门IP 现在更是各方面的岌岌可危啊 另外就我个人而言 与其说是少前的品质好不如说是题材本身有趣吧 也知道了当时二次元游戏市场崛起的红利 少女前线当时主打的核心魅力之一 就是在万物皆可蒙的娘化属性 这类作品在之前的进化物语中也有盘点过不少款 不论是当年领军的剑娘 跟后来的碧蓝航线赛马娘等 既有二次元美少女又能满足文化爱好者 让你就算不懂枪不懂马不懂战剑也能玩得很开心 但在这之后的作品则是完全把这核心抹除了 等于是自费武功下去跟别人比拼实在是有点可惜 当然如果厂商只是想比拼战骑加3D的市场 目前竞争的对手确实也并不算多 论今年营收上比较热门的 有SE的勇者斗恶龙战略指挥家 最终幻想勇气启示录幻影战争 钢链M Snowpoint的战锤40K战略版 子龙的Archiland天地劫 Gumi的为了谁的炼金术师Aster Tartaricas 但每一款营收那个急剧落差很大 马太效应也非常明显 那现在游戏市场也不如当年了 非常的竞争啊 都是N款N款的出乎在N款N款的死 如果三报没有依靠腾讯爸爸的海外势力的话 可能游戏上线就会被马上淹没了 结论 随满则易,越满则亏 至满则败,至金则鱼 目前很多提到的问题在未来也会调整 至于厂商会再开武测 还是直接攻测就不知道了 至少现阶段而言 整体是远低于我当时看到PP后的期待 本来以为至少玩法不行下 靠剧情还能扳回一层 结果就真的只剩下人物美术能看 但如今美术好的游戏 已经是多如牛毛了 外加你又惹到了中国玩家 慕眠让我想到之前那款 还在测试阶段 就直接宣告阵亡的中末阵线 那款游戏的建模品质其实也并不差 但也是败在玩法剧情上 即便没有当时事件的影响 它在海外的成绩依旧非常不好 希望厂商是能好好在规划调整 千万不要步上前任的步伐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掰掰 Fiona 哪些不一样 1 山